好,來到雲觀科技hashtag的第二個環節 今天其實想帶大家去看一看油政總局的整個面貌 其實它的歷史都是很悠久的 我帶大家去走個距離 講一講整個油政總局的一個歷史 都是戴口罩,可能聲音有少許蒙 希望大家都理解 現在的確診數字突然增加了 都要安全一點 我待會去 今晚就帶大家去看油政總局 如果有些舊的網友 或者在海外的網友未必經常回到香港 雖然我講科技為主 但都想抽少少時間 都是這麼喜歡的香港 都希望有個紀錄在那裡 其實油政總局在這個位置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康禄大廈的前面 右邊就交易廣場 然後又有新的IFC二期一期 前面就是蘋果店 然後前面就飽覽城的圍景 就有AIA賣廣告的一個摩天倫 旁邊也有整個大會堂 旁邊也有整個大會堂 之前前面大家都知道 本身是有一個天星碼頭的 一個舊的布公碼頭 但是拆了 其實都很可惜 整個建築群是整體的 就是由油政總局 到旁邊的大會堂 大會堂的一個停車場等等 其實它都是一個 用現代實用主義的形式去做出來的 其實現在的油政總局 已經是第四代的油政總局 就是整個中環這樣不斷變遷 其實就是因為填海或者用地的需要 其實都是變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第一代的油政總局 其實就是在這個 聖約翰的教堂對上一個很小的地方 第二代就是一個在 這家惠德峰中心的大廈的位置 第三代就是在這家環球廣場 即是中環站上蓋 很多姐姐 彬彬 即是日聚集的一個地方 第四代就是這家的地方 那其實政府都有一個意思 希望拆了這個油政總局 可以拔到一些新的地方 就搬這個油政總局 去九龍灣油檢中心 但是都充滿歷史在那裡 所以都不想拆了它 繼續希望可以保留得到 那整個油政總局 其實就是 我之後就會帶大家進去 看整個特色的地方 那其實本身 就是你說 那些油檢分類 分派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是比較少一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九龍灣裡面多些 所以大部分都是處理營運 還有上面有個辦公室的情況 那你見到油政總局 零零碩碩在這家地方 在中環這家地方 都是比較矮的 本身其實它想建一塊 就是樓高大約三十層那麼高的 一個油政總局的地方 就加上大廈 但是後面身處於這個 曾經是香港最高的一個大廈的地方 就是叫康諾大廈 那本身Jardine House 就是跟油政總局 港英政府說 你不要建得太高 太高的話 然後就阻擋了它的景觀 其實就搞不定 那可不可以保持著 不要那麼高 那所以油政總局 這家就是 作為一個比較矮的建築物 大約是四五層左右 那一會兒 可以進去內部的地方 我就會帶大家進去看 那其實為什麼說 整個油政總局 是比較實現主義呢 因為其實它的設計 都是很有意思的 本身就是 你見到下面的地方 就是有些瓦遮頭的 其實很多在廣東的地方 的建築物 都會有瓦遮頭的設計 而這個瓦遮槽頭 其實是拱人的設計 那拱人也是會 在建築學上 又會比較食力一點 就是承受的力量效率比較多些 有瓦遮頭 為什麼廣東的地方 是比較特色多些呢 因為廣東在夏天裡面 就是氣候 就比較多雨水 但是又不是大到軟了 但是經常都會有些罩雨在那裡 那如果有些瓦遮頭的話 就會可以 就是讓一些人可以避雨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的窗 統認上面的位置 窗是比較大 再對上 Office 即在四、五樓那裡 窗是比較小 其實它都用了實用主意的情況 中間那層 其實是Ground 4樓上 一樓 其實它之前是做過分派的功能 那採光度是需要比較多些 所以就開得比較大的窗 那再上一格就是 就是 如果左邊那邊 就是一些GPO box 這家工作的東西 在上面就是office為主 那這些窗就開始比較細 一些 所以整個遊證總局 雖然不是一個很高很漂亮的建築物 但是其實它都是充滿一個 就是我們歷史的見證 那很快 就是可能今節 都講過建築物 都未必完全講完 但是其實整個建築群 在這個 遊證總局 愛丁堡廣場 和整個庭園一場 再加上大會堂 其實整個建築群都是非常之靚 整個設計都是幾inline 那我 那本身呢 其實呢 這個木葬的 呃 其實都是一個歷史的文物來的 就是由第三代的遊證局 其實是搬過過來的 那前面因為有塊backdrop 那就阻礙了 但是我讀一讀 其實就是 來自聖經行言 25章25節的英文 As cold waters to a thirsty soul So is the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 有好消息 從遠方過來 就等於一個 涼水吸口 人學 這樣的意思 那其實因為 舊式的時間 都是就是 用一個 信息 用信件的方式去傳遞 那所以就是 等於收到一封信 就好像一個 外國這樣去 收到一些消息 那麼開心 好像喝水 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整個 遊證總局 都是一個 歷史文物 就是一個很實際的 一個設計 一個非常之靚 一個文物的建築 那看到啦 這個一樓大堂 其實那個窗就比較高些 就去到天花板那麼高 其實就可以採光 採得比較多些 那雖然現在晚上 但是其實就 採光度是比較高些 那我們再走下去下面 一樓的就是一個 主要就是一個 普通郵件的傳遞方式 做一些 郵件的東西 那下面 一樓大堂 就主要是做速遞的 那其實做生意角度 都覺得make sense 因為第一層 就是 Ground Floor 那些人直接走到過來 那主要就是做一些 margin比較高一些 比較貴一些的形式 那就可以賺多些錢 那一樓呢 就是做一些 比較margin比較低一些 就是比較平流的東西 比較多一些 那 既去海外的速遞啊 那一些包裹的等性 都會是在Ground Floor 裡面發生 那 那我再上回這條樓梯 就上回剛才那位一樓 麻煩了 那這裏就是 GPO Box 的一個地方 其實都很公正的 去排列出來 其實都很有個特色去到 那因為GPO Box 其實就可以 長一些的服務時間 那剛才油證 就是需要人服務時間 比較長一些 那其實還有一層呢 是GPO Box 那就用一個 類似一個圓形的梯 就可以上去 那是用鐵的指甲做的 那上面都是 有很多不同的GPO Box 那去到2樓呢 那去到2樓呢 那樓底比較矮一些 那還有 那窗戶呢 相對上來說 都比較矮一些 小一些 那採光度呢 就會比較小一些 那我之後走出去再講 那我之後走出去再講 那是一個露天晴鐵場 那上面 然後就來到一個大會堂的建築 那大會堂呢 那大會堂呢 都是 就是 除了很懶惰地說 就是 這個 李克勤的大會堂演奏廳之外呢 其實呢 裏面都是有個 就是 婚姻簽署的地方 很多人是 結婚簽署都會在裏面 那我試一下能否進到裏面 因為呢其實這個 這個大會堂呢 其實本身其中一個特色呢 就是 中間有個花園 還有是 有條樓梯呢 是可以直接上去 這個 婚姻住宅署那裏 都是非常之漂亮 那整個 剛才我講了很多次 那個建築群 都是非常之inline 都是黑白色 是一個很實用主義的角度去做出來 雖然好像看上去平平無奇 但其實是 相當之漂亮 那 前面本身是 嗯 這個 這個 屋公碼頭或者 皇后碼頭 但因為拆了的話呢 就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就 失去了一個 即是很inline的一個 建築群 OK 快走到過去了 是出得去的 那我自己覺得呢 整個大會堂 就是一個 方形的設計 那 它最大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有條樓梯呢 除了是搭電話 或者右手邊的玻璃的樓梯 可以上下之外呢 其實就特意打通了 做了一條這樣的樓梯呢 可以給一些人是由 分量註冊處那層呢 就可以 下到地面這個設計 其實是很漂亮 是很實用 很多時候那些人 即是結婚註冊等等 那現在受疫情的影響 但是 受疫情之前呢 其實都是可以 透過這條樓梯 這個 新兩週穿著婚紗 走下來 都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形態 那整個大會堂的夜景 就是這樣 那左邊呢 就是一個 演奏廳的部分 那裏面有演奏廳 那我也帶大家 進去看看 整個情況 整個大會堂演奏廳呢 它那個音響設備呢 最漂亮呢 就不一定是在這裏 以我所知 就是 荃灣 那個 荃灣區那個 演奏的地方 似乎那個 那個 音響設備呢 就是最漂亮 大會堂不一定是最漂亮 但是黑白色再加上 就是這些 這樣的 顏色的雲石呢 加上去是非常之端莊 是非常之漂亮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進去 但我盡量都帶大家進去 看看 現在看看 情況 那 因為進去塞路 就不想這麼大聲地說話 那 前面就是 上面就是買票的地方 下面就是一個 就是 下面賣票 前面就是一個 concert hall 的情況 那我帶大家 出來看看 走這條 原梯就是 原梯就是上去上去 原梯就是上去上去 那 大會堂的標誌 但是因為回歸了之後 就拆了出來 上面就是這樣 大會堂的餐廳是尾深皇宮 但是疫情的原因都比較少人認識 我再帶大家給大家看香港夜景 好 第二節關於大會堂 還有在郵政總局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今星期的雲館科技hashtag就到這個時間 希望大家都真真正正的支持到我們的節目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Youtube這邊做頻道 壓力都非常之大 受的壓力都很大 希望大家如果不是課金 都可以繼續去like我們 share我們和subscribe我們 還有可以分享多些給你的朋友 感謝大家支持的留言 帶我來賣給大家 要嘗試一下